大家好,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将联系小麦这个区域制作完成了 这以后我们把下面的尾部给它做一下 这个非常的简单 我们打开边境区 然后在下面找到这个区域给它写一个forter 底部 FOTR 先加注释吧 上面的注释都没有加 注释也应该加一下之前的内容的contact FOTR FOTR里面我们直接写FOTR 好 首先整体内容的话是居中显示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内容居中显示 好 那么这个非常好处理 FOTR 然后呢一个div class等于container 然后呢 这个row div class等于这个row 好 然后呢 直接在里面呢 可以再来写写一个container 不是container 写个div 好 div的class等于这个col-md-12 好 md-12 然后里面呢 写一个文字 段落就可以了 写个p段落 好 段落里面的内容的话 我们直接在这边复制一下吧 同学们下来自己在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自己这个复制 这个编辑一下 好 粘贴一下 然后呢 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个空格 先这样保存看一下 能不能保存出来 好 如果不能把这个空格效果 效果保存出来的话 好 我们就可以给他加一些这个 这个 实力支付 好 那么我们给他加一个这个支付吧 nb sp ok 加一个这个空格 好 刷新看一下 好 空格 可以再给他加一个 加一个 让他这个 显示区域更宽一些 好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来设置他的这些 G中的这些效果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给他这个 Forter呢 设置这个样式 直接选用Forter 给他设置样式就可以了 FOTR 好 FOTR Forter 首先这个Forter的话 背景颜色我们可以不设置 然后我们只需要设置一下什么呢 字体 字体稍微给他的加出一些 比如说400 之类的都可以 好 400 然后呢 呃 文本啊 这是最关键的 文本让他这个 居中 然后给他加一个padding 整体加个padding 等于20 好 上下左右呢 都有个20的内部 那边锯 二次 好 这个时候再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底部呢 就完成了 对吧 就完成了 这个非常简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和这边的效果呢 是一样的 好 那么到此呢 我们整个这个Demo1的这个 效果呢 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下节课呢 我们来给他加一些什么呢 加一些这个更好的效果 那么就是我们最后一步 好 加一些插件效果 使用一些插件呢 好 让他这个有一些这种动画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好 我们点这边的这个首页 那么 他有一个这个慢慢的滚动过程 对吧 滚动过程 而我们现在如果这样点的话 他会 他会很很生硬的 就直接跳过去了 对吧 没有这种滚动效果 好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些 到了之后 到了这个区域之后呢 他会有一些这个 好 从这个各个方向进出的这种效果 淡如淡出的这种效果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好 那么这种效果呢 我们下节课来看一下 该如何制作 以及这些插件呢 该如何来使用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也下 tav 我们下节目的kent o